元,天以不見為元,地以不亦為活,人以心腹為元 人,要順應天意,還是迎天改命? 元元學會,為你解開元機 喂,Hello,大家好 這個畫面非常好,因為我們終於有一個新的女主持 自從小師妹來我們而去之後 我終於千辛萬苦地找到一個非常山蠻的女主持 這位新同事,我們叫阿菲 Hello,大家好,我叫菲菲 希望在這個節目中,我和師傅一起探討完學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裡學到一個新的資訊和有趣的內容 沒錯,阿菲,其實今天我們接觸了很多新聞 其實最注目的那一件事,你會想起哪一件事? 我當然會想起球王美斯火國 馬上出一出圖片 是,先看看她 我知道阿妹本身喜歡踢球還是喜歡踢球 我喜歡踢球,也很喜歡美斯 當時她拿了世界盃 那個人在hyper到一個點 而且她來香港的時候,我聽到消息 我馬上很想買票,但很可惜地門票上太貴 是,可能時間未必適合,或是逼頑猛,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是 我幸好,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看足球 我喜歡看籃球 因為足球要等一個多小時才能進入一球 我覺得很痛苦 這個字在是一個過程 沒錯 但是這樣,美斯為何會立刻令我們想起這個掛像 這個掛像就是我們很多集之前說過 就是在一本預言書裡面曾經提過的 她說甚麼呢? 她說美人自西來,朝中日漬安 最重要的是甚麼? 長公在地危而不危 即是說不需要再打仗了 那個弓箭放在這裡 很多人就在想,其實是誰叫美人呢? 是否去年,記不記得有個女人去台灣 然後很多男士很生氣、很想借她一箱 記不記得有這樣的事情? 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女人?我不是很方便說嗎? 這個政治立場來說會不會有危險嗎? 純粹是一個新聞來的 OK OK 不如你先說吧 美國的外交官去探望台灣 然後很多我們亞洲的男士都咬牙切齒 然後翌日在海裡射了幾次就走了 你記不記得 都記得這個新聞 很多人就說是否這個預言就是去年那件事 在這裡看,如果這次大家都有點憤怒 就是美斯最後就怎樣? 沒有踢球 因為她是有傷患在身 所以全場大家看著她看球 陪她看球 沒錯 所以如果是這個掛像 加上近期我們有些藝人 就是離開這個世界 其中一個字就是太字 即是說這個本身是火山女 然後變成地天太 這兩個掛像跟現在的香港 會不會引成一個關係呢? 今天恒生指數上回五百多點 會不會在立春之後 因為今天是立春的第三天 其實整個立春我們就算是頭十四天 即是說無論你是任何一個國籍的人都好 只要你進入了這個農年 經過這個立春 頭十四天的運程 是很影響你之後的 譬如我想問阿妹 近這幾天你過得有沒有特別好 或自己不好呢? 其實我近這幾天 在新年來 其實我自己的心情都是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喜喜揚揚 所以我開始發覺 周圍都開始有夜紛紛 是嗎? 在景觀堂的地方 或者是旺角 維園 都開始有很多的年宵攤檔 人流都多 對我來說 我自身就覺得是喜悅的 人開心的話 是不是對運程也有一個好的正確 你說得很好 這是精神狀態 但其實算什麼來說 最重要是祭餘 譬如說近期有很多人突然打給你 關心一下你 或者甚至是給你工作 或者嘗試讚你 想著給你一個更好的階梯 剛剛就有 師傅剛剛就讚我 這是一個祭餘 因為這種祭餘 未必足以影響到你全年 是其中一個小火花 所以各位觀眾 例如你看重播也好 或者直播也好 記住留意這14天 自己的運程有沒有改變 例如說近期我掉了電話 掉了錢包 那你要小心 為什麼? 你猜一下為什麼 因為掉了東西 代表破財 對 全年的主題就是破財 我的天 如果我最近病了 全年的主題就是生病 但是你的聲音也非常精神 為什麼你會生病呢? 其實我的聲音可以再亮一點 只是因為上個月中開始 中了一個甲瘤 但是現在很多七七八八 但是還有一些沙 但是上個月中開始 會不會也不太關心 不怕的 因為我們有一句說話叫四離四絕 就是這個立春立春立秋 前一天 所有事情停了就不怕了 那你不是立春開始病嗎? 如果你立春開始病 你會很痛苦的 全年就很濕 我告訴大家一個故事 有一年立春頭幾天 我就剃鬍 用那些 不是T字型的那些 我貪得意去買上海式那些 可以用來打架的那些 即是你覺得這樣比較帥氣 我打算玩得再出神入化一點 在看鬥那方面 我一剃不小心 整個手指整個分鐘掉了出來 那一年我是比較濕淨的 其實是很久之前 但我有一樣東西想問 這樣是不是代表 可能有機會你這個小小的 意外 已經擋了你一些很大的血光之障 你說得非常好 其實是相反的 提醒你有些東西正在來 麻煩你醒醒 所以有些人就說 新年的時候撞車是最痛苦的 因為他全年的運勢都是上上落落的 大家要小心開車 我們說完美思這件事 要看看近期的一些 Hot topic 最近都是不愛乎 兩位服務了大家很多年的 還有DJ演員 你說一說他們的資料性的 來聽聽 好 其實我自己就知道了 我們的何國榮先生 來自澳洲 他就在今年的2月2日 就是不幸地自殺 立春前的一人 是的 燒炭 身亡 他其實就在澳洲來香港 因為喜歡張國榮 所以就叫自己做何國榮 因為他名字裡面有一個River 所以就叫河 也是無線電視和邵氏兄弟裡面旗下的藝人 但是很不幸在西貢他的住所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是因為他老婆 幾個月之前離開了 就是過了身 病啊 是的 所以他自己也無法接受打擊 所以他就自殺 而且在剛才這個畫面 對面就是鄭啟太先生 鄭啟太先生也服務了電台 唱片騎師 也是演員 他在2月3日 剛好在何國榮先生 第二天 因為小腿抽筋 和肚子痛 就昏迷 然後進了院 之後沒多久 又過了身 只是前後 2號和3號 只是差一日 所以大家都很震驚 24小時裡面 兩個社會上叫知名人士 沒錯 其實會不會影響一些東西 或者什麼因由呢 我們就看看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在腦海裡想到 就是這個留年八歲圖 留年八歲圖 就等於你走到什麼年紀 就應該看著哪個部位 譬如阿妹現在這麼年輕 一看就知道18歲多了 多了三個月左右 是的 那就應該看著天庭 就是這一塊 天庭 我的天庭也有肉 看一看 循例上每一個主持 都會拿來做一個示範單位 看一看 阿妹的額頭 其實比較收窄 這些人記性很好 是的 又或者那個急財是比較特別的 即是很懂得轉彎 但是因為那個歲數 你看到是18、19、20、21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變數比較大 是的 但是那時候我猜應該在讀書 沒什麼所謂 也有所謂 讀書成績也很重要 哈哈 這個是求我不是求分數 好了 我們再看看如果到五十多歲 譬如我們有些觀眾 現在是五十多歲左右 就一定要看法令 我想問一下女士 其實法令來說 是否介意 很介意 露了一條紋 很介意 為什麼 因為法令紋一出 尤其是我 一笑就是那個法令紋很明顯 很影響到外公 感覺上是老態了很多 所以我們經常都 怎樣遮蓋它 這個是衣美 要打這個透明質酸 將它填充 就會消失了 是的 就會失去 而且感覺上銅顏很多 那會不會很僵硬 這個事情看你怎樣打 你打重劑當然是僵硬 我看外國的明星打得很膠 是 他們是能接受的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有點遮蓋 但我又不知道 其實我這樣去遮蓋它 是否對我自己的自身運程 也會有這個幫助 你問得非常到位 因為女士去到那個歲數 很視乎她在做什麼 譬如這裡說是 49、50、56、57這一番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新居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就千萬千萬不要搞 因為那個是等於你的地位 你的地位是不是很鞏固 如果沒有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又或者我現在純粹是 拿著幾個店舖 收拾息 收拾租 退休房態 沒有所謂 所以很視乎你當時在做什麼 但如果到了一些生死大劫 會不會有一點反應呢 我們不妨不敢看這些照片 首先看看鄭在泰 鄭在泰上過我們的節目 在年多之前 當時有另一個拍檔 就是BEC 跟她很友善 說小時候一起去酒吧喝東西 怎樣去交朋友結友 當時我看到她 其實沒有什麼 很難說 這件事很突發 沒有說精神很差 都是很對答如流 精靈的 OK 完全沒有問題 沒想到在這個情況下 剛才說59歲 56、57歲附近 其實都是在說法靈 或者鼻子的位置 這裡純粹是凹凹了一點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拍攝角度還是怎樣 如果大家看回很多其他視頻 其實看到她明顯瘦了 那我就看看何光榮 這一張清楚一點 其實不明顯 唯有只可以說 這個官骨的位置 官骨的位置和鼻子不太配 等一下 按一下 對了 純粹在這裡不太配 因為鼻子是漂亮 鼻子是高的 有肉的 有氣勢的 鼻子 不是下陷的那種 它在這裡配不到 那就有點扣分 所以就無法配合 感覺上就差一點了 對 差一點 是不是突然間一晚要離開 又不是很像 何光榮 更加難看 因為 鬼佬的相跟唐人一直研究的東西有一點不同 其實我也很想問 洋人 我可不可以用相學 如果他們過來看相 可不可以告訴他們 一定要看一隻手 因為手掌的紋 沒有分是鬼佬還是唐人 因為你那條生命線 脆弱是特別難處理的 但是這裡有個牌筆 耳朵是否應該說 阿妹你露一下耳朵給觀眾看看 你的耳朵是很圓的 沒有什麼東西的 在這裡就屈了 這些是很扣分的 在健康上面 嗯 但是 你說是否健康呢 我覺得似乎是一個情意結 它是情緒病 情緒問題 也是健康問題 是的 其實說真的 去到五十多歲 如果你無兒無女 你的老伴 突然間離開了 其實是空虛寂寞的 是很難接受的 加上有些經濟問題 所以剛才的耳朵 就是提到天輪 是 天輪某程度上是提到小時候 但是你說到一些生死大關 就很重要 咦 我想問一下 師傅 我幫自己拿福利 這個天輪 我的天輪又如何 你的天輪純粹是 一個很正常的天輪 但是你的封門 我們看看這裡 封門是說這裡 有些人是V字的 有些人是這樣 是U字的 V還是V V的人大膽 不會說小小東西就害怕 我這個就是勇於直前 是的 可能跟你去吃飯 那個拿一碗凍檸茶給你喝的人 有一點態度不好 你可能立刻逼迫他 那這個封門就好 你不要這樣令觀眾以為我很巴辣 我也是一個很優雅的女士 對 一看就知道 但是屈的問題是說了很多東西的 如果這裡無緣無故斷開了 其實這個位置很少見 這個位置 是無緣無故斷開了 小時候那個家境的上路很大 有時聽到他六歲住羅便神道 然後十一二歲住屋村 就是屈的問題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為何說剛才生死關 因為耳代表一個人的福分 福分就等於 你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的時候 你能夠過得到他嗎 譬如阿妹 你覺得過去十年 有沒有遇過一些比較大的難題 譬如有段時間你那份工作很差 被人欺負 沒有 其實我自己也算是平穩的 但是當然我自己有些事情想做 就未完全做到 但是基本上來說 都沒有什麼很大的風浪 沒有什麼大的風浪 其實作為一個這麼大膽的人 其實很悶的 因為沒有風浪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叫衰仔堅 衰仔堅以前是很喜歡玩的 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的一個年代 有些人很喜歡喝完酒開車 不是現在這兩三年 我從200後不太知道 起碼是早六七年的事 那個年代比較瘋狂 衰仔堅有一晚喝完酒 就開車回家 那天非常不幸運 你猜他撞到什麼 他撞到一些邪靈 更不幸運 是什麼 他遇到正義的朋友 設置了一個附落 即是警察 你猜有沒有向他揮手 當然有 不幸運 好在他前面有三輛車 已經在排隊 預備經過我們偉大正義的朋友 去做一個檢查 是 他在這個時候 你猜他有什麼符合 即是他念經 換衣服 還是狂喝水 吃香蕉膠還是怎樣 他當然是可能拿他面前的那磚佛像去祈求 是 可能是祈求庇佑 可不可以幫我過了這一關 不然我希望可以 如果要吹球 整件事要入獄 就是禮貌一點 即是一見到正義的朋友 主動說 早安 老師 或者你好 立即是聰明了 是的 居然 那個正義的朋友 就說 快走 不要在這裡 我猜是因為他也很幸運 前面有三輛車都已經檢查 就是他的安康 就是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入獄 本身做錯的 我們就不要拿神罰出來綁架 其實用人性的角度 如果比起我 後來我跟衰仔堅說 如果你有一個非常斯文的女朋友在這裡 立即叫女朋友跟正義的朋友說 不好意思 他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讓他先休息一下 做仰求阿晴也應該 再拋一拋眉眼 認得 可以一試 明白了 即是說我這種優雅的女士 坐在我男朋友旁邊 我男朋友這樣的話 我就要去幫他 坐錯可憐 不好意思 真的很辛苦 可能有一線生機 明白 掌智晟 謝謝你教我 不過我應該不會 這些小小劍 千萬不要有這個下想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是沒有這件事的 我說這件事起碼是20年前的 哦 但我的架子都是沒有的 剛才提到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如果是宗教人士 因為剛才我們看那兩個社會人物 就是其中一位是自己決定在那個時候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這一集有探討過 如果是因為自殺離開這個世界 究竟會是怎樣 我們就看一看 阿妹你先說來聽聽 其實有件事在佛教叫中陰身 是 沒錯 很多人都說死了之後 其實會有一個陰差將他帶走 當然很多人都知道 離開是會落地獄的 但是陰差帶走 而他落到地獄 然後讓嚴羅去審判 如果是一些 可能你犯了很大的錯誤的話 就會落七七七四十九層 但是每一層都有不同 看你的業障 看你這一輩子的福 做得多 有兩個說法 一個叫十八層 四十九層的那個 就引申因為七七四十九日 哦 就是兩件事 兩個說法 其實地獄十八層就是 最深的那一層 但是如果你沒有什麼做錯的話 其實你只不過是嚴羅王審判後 都無事突破胎 你說得好就是那個人有沒有犯過什麼大錯 我曾經在泰國問過一些高僧 他就說其實根據他的了解 就是人死了之後 立刻會去一個裁判處 就是審一審你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大錯的事 假設你沒有 可以走的 你去下一站 但是如果你有的話 就一定要先承認他 就是承受了 就算你做多少善事都好 就是承受被鞭打 或者受刑 在那裡坐 就是你哪裡都不能去 只可以在地獄那裡 明白 中陰身技師就是說 因為當時他又不是做過什麼錯事 他不會被鎖去地獄 但是他又未夠時間去下一站 所以他有一個中介點出來 這裡就說 尚根者就一念之間去了其他地方 尚根的根就是這個遺根 就是你有沒有這個智慧 或者有沒有這個機緣 你有的話 譬如假設我們從六歲開始念經 念到八十八歲的 一走那一刻 只要你無牽無掛 就有人來接你了 帶你去西方結論 但如果中根 可能我五十歲才信佛 食齋吃了十年 然後中間幫了不少日 你等十五天 十五天後就有人來接你了 阿妹 如果是下根 下根的話就是我剛才說的七七四十九天 就是要等很久坐到 屁股都懶了 都未能過得到 但他那四十九天是不是真的四十九天 我想知道 還是只是一個比喻 你認真一個時間的概念 我們的時間是二十四小時唯一一天 是 在鬼的世界未必是 他未必是二十四小時 他可能是沒有時間點 即是四十九其實是沒有時間點 可以很久 所以就要認真有些人撞鬼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有些中陰生他未夠時間去 又或者其實他還有一個意願 就是如果他比較優質一點 即是他有得選擇去不去的 可能牛頭馬面來到 或者他那個宗教的使者來 喂 可以帶女帝 他說我有事情還沒搞定 我想在這裡玩多一會 可以了 你在這裡玩 你有什麼叫我們 有這樣的福利 又或者你現在不走 你這輩子不能走 不知道你在這裡多久 他說我非不走 因為我女兒還小 我要看到她長大成人 我說我來這裡 我死的事 你不要管我 這樣也可以 因為我們曾經有個朋友 他的男朋友經常見到鬼 是很令人害怕的 因為他見到那種鬼 是… 我先問你 你覺得假設有一天 突然間我害怕 假設有一天你見到鬼 你寧願是 只是你見到他 還是你知道他也見到你 我當然寧願只是我見到他 如果我們還要這樣互通 就說我不想有交流 你知道嗎 那個女生的男朋友 是見到鬼跟他打招呼 鬼知道他見到 我想請教一下 伊師傅 鬼跟你打招呼是怎樣打法的 就是點頭 喔 這樣 然後晚上你會見到這個人 為何會見到鬼 是因為阿賴耶積 阿賴耶積 即是我們老下垂附近 有一個你當天線 在你最迷糊入夢那一刻 他是最強的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會容易見到鬼 嗯 OK 所以這裡就說 剛才阿妹說過 有陰差帶走 其實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帶走 例如是這個 嚇死而鄉 嚇死而鄉 譬如是在別處香了 或者被虐殺 這個比較恐怖 因為我想起之前那個名媛 誰啊 是蔡天鳳 是被真的分解 我想問一下這些的話 是不是他們都很難可以 在道家的角度 其實當時有人幫他做法事 就聘請走了他 但是有沒有再進一步跟進 我就不太知道 但是他這個情況 是不是會被陰差帶走 就應該不是 因為陰差帶走 就是那些我們叫做有名有姓 純粹很正常的情況下 離開這個世界 如果被虐殺那些 就未必遇到陰差 因為他未夠時間 但是他仁為地走了 被其他的途徑帶走了 所以他就要等 等一個機遇陰差來到 就OK了 那是不是有機會真的等不到 或者他家人沒有幫他 所以他家人一定要幫他做事 就是按鈕 叫一個人來幫忙 按鈕 響那首歌 那些人就會來幫你 是不是平時我聽到 你會說回來啦 這個是我們廣東文化的 鄉下的招魂是這樣 明白明白 但真正都要經過一系列的儀式 所以說佛家裡面有一個散食的法會 或者道家就叫引渡 其實是叫一些孤魂野鬼 回到他屬於的地方 要不然你就變成無主孤靈 但無主孤靈的一個問題 就是會有其他大靈吃吊 你怎樣理解這個話 其實我猜是有其他一些修煉 因為有些道或是佛家 時系列師師傅要修煉成不敗之身 的時候他們就會把這些孤魂野鬼 靈吃了去充滿他的能量 是不是這件事 我也聽聞不少的 你說的那個就叫凶靈 但他這裡就說其他能量大的靈吃掉 其實他這個文字上有一點出入 根據我們宗教的理解 就是有其他可能他道行比較高的鬼去欺負他 或者是吃鬼 鬼吃鬼 不一定是吃的 其實是欺負而已 他這裡就說不少師傅修煉的時候要吃靈 其實就是說 我們以前曾經去過東南亞一個地方 柬埔寨和魯窩附近 看到有一個我們叫做老師 或者是老師 簡單一點 他會叫靈魂進來 那怎樣叫呢 譬如他在靈魂選擇的地方在憤花牆附近 就是消屍體 他唸一個咒 如果唸一唸 那些鬼就會過來 我們看不到 你說有而已 他有一條繩子掉下來 有白繩子在 不知道是白色還是什麼 總之經過一條開光的繩子 那些鬼就會跟著這條繩子進來 然後下面有個洞子 就叫他進去 這個洞子裡面當然有其他東西 就是那些器官等等 或者香港人熟悉一點就叫私遊 他就說 搞定到了 我們之後的想法就是 你說到了 我當你到了 但是之後 是不是你叫他做什麼 他又做呢 他可以不做 譬如說 我要錢 我要錢 我快沒錢交租了 你快幫我 是 那些鬼可以到了 但是又不動 是不是 那會引致很多懷疑 我真的要他聽話 好了 我們稍後再探討 好 那你先說 我們先聽聽一下 我們資料上 香港最多自殺的年份是什麼時候 其實香港上最多自殺的年份 根據薩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 2022年 是有1080宗自殺的個案 就是每10萬個人就有14.73 就是說其實 10萬個人14個人自殺 其實真的很多 是 那比起2007年 2007年的時候 都算是堪稱多了 是比起它更加多 其實都不是很久以前 兩年前而已 所以2002年這個新醜年 新醜年就是屬金水 這就有一點點問題 另一個年份有多少 另外一個年份就是1973年 對 就是貴醜 又是醜年 好像逢是醜年也有一點點問題 唯獨是中間有一個 沒有幾醜年 就是2009年 即雷曼兄弟之後的年份 那時候沒有出事 為什麼 那就是說 這個醜 就不是逢見親醜也出事 而是要計算它的運的頭還是尾 因為2022年是八運的末段 1973年是七運 再之前那個就是六運 六運時候的問題 所以呢 其實 如果是有一點點不如意 或者是 我們經常說的 美斯尼踢球也看不到 或者現在你受到很多 心情的問題 影響事業 或者你健康又有些問題 很多的東西影響到 那你就會有一些情緒上的波動 那應該向什麼去尋求一個協助呢 我自己知道大家在泰國 大家會聽過 叫做四面神 為什麼去參照呢 因為我們 四面神是一個最快的 你可以祈求你的生意 事業、置身、愛情 或者你的金錢 還有福慧健康 求子之類 這些 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我們在 大家看到 這個畫面上的四面神 其實你平時放在家裡的時候 都可以拿來供奉 為什麼供奉法呢 你可以放在 這些神明 放在腰間以上 高一點 高一點的位置 之後 每天放在一個乾淨的地方 你沒有放雜物的地方 放它 你要當它是一個 很佛 就是去去不去 拜祭它 尊敬它 尊敬它 你每天都要去更換一些清水 去幫它供奉 還可以放鮮花、水果 像你平時拜神一樣 其實放花是最好的 放花是最好的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這個農曆新年 或者你想想2024年 我們今年的農年 想有一個很好的福運 或者財運 所有東西都可以安康的話 四面神就可以幫到大家 而且我覺得 這個顏色都很金碧輝煌 其實基本上你每天都可以看著它 其實我覺得你心情都會好一點 除了去看它、去拜它之外 我們都可以唸經 是的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些人可能拜完之後 覺得為何好像都是差一點差一點 就是它缺乏了念經的習慣 每天你唸那個四面神的經文 或者唸這個佛手經 就等於你呼喚在另一個時空的神佛 為何叫另一個時空 因為我們這個唯物主義 就是只有物質的世界 你很難說 我叫一個人幫忙 他立刻跳出來 我是神佛的使者 其實不可能 只不過你說的東西 會在另一個空間裡響出來 神佛知道 聽到了 原來這個信使 他人面對一個這樣的問題 原來你是一向都信佛的 我們就想一個方法幫你 之後的際遇就會改變 還有我有時候沒有說 我一拜就立刻要有什麼東西回來 也不是說 功利主義 沒錯 你時機一到就會有成員 要等一點 沒錯 這樣就很舒服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應該過完年之後 過完年之後才會再跟大家 很開心 今天可以在新年前跟大家見面 希望之後跟大家繼續探討沿河南師傅 好 多謝各位 OK 拜拜 拜拜